这两天 感毒大佬朱氏不顺 12月2日 李志英等三人被控告欺诈罪 李志英在万角警署被通宵扣查 三日上午 由警车押往西九龙法院提摊 法庭上控方申请将案押后 以便进一步的调查 包括调查相关公司的财务记录 及被告的银行账户 负责审理案件的总裁判官 舒慧德为国安法的指定法官 最终决定将此案压制 明年4月19日筛审 周达全黄伟强得以保释 李志英申请保释悲剧 已被压底荔枝脚收压所 有案在拘留中度过新年 卓夺右上最终还是进了荔枝脚 这次李志英真的是要量了 而且是透心量的那种 对于如今的处境 李志英想得很明白 自己早晚要被清算 可他千算万算也算不到 美国人会在后面捅刀子 据香港多家媒体报道 近日美国白宫的网页出现了一项 名为要求立刻调查李志英的联署 要求对李志英在美国大选期间 涉嫌发布虚假信息及非法干预 做出调查 要知道 此前李志英在香港之所以能够呼风唤雨 就是靠着身后美国爸爸撑腰 前些天蓬佩奥还在为其打气 这么一转眼的功夫 美国就翻脸不愣了 而且要立即调查呢 美国总统大选前夕 美国广播公司发表文章 爆料独国 涉嫌出钱委托他能造假 编造拜登儿子亨特受中方恩惠的 所谓情报 赶在美国大选前传播 目的是为特朗普连论制造舆论声势 组文曝光后 读苹果随即否论此事 而李志英先是声称从头到尾不知道 不久又自己打脸承认了 其秘书西门参与了此事 并动用其公司一万美元作为调查开支 赞助撰写涉及拜登的假报告 此后西门立即宣布 已向李志英辞职 并就事件认错 道歉上演了一场歌席大戏 李志英也赶忙地表态 在网上称赞 拜登处事方式 或不少人的认可 看过宫斗戏的吃瓜群众都知道 站队这种事 一旦上了床 就很难中途下床 去年7月 李志英还和美国副总统彭斯 国务卿蓬佩奥及议员克鲁兹 等人在美国会面 可谓是给逐人面子 如今拜登即将入主白宫 眼看形势不妙 想要改换门庭 哪有这么简单 要说这事也怪李志英自己 好好的西方代理人不当 非要踏美国大选的洪水 结果投命状没办好 反倒成了投命状 美国本就对境外干涉选举的事情 相当敏感 此前有人分析 认为拜登善论后 美国执法机构大概率会调查 读果报抹黑一事 现在看果然有几分道理 拜登还没有到职就绅士 已经有人惦记拿李志英开刀献礼 真可谓是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齐齐长长齐齐 这也是美国给感毒分子的明确信号 齐子永远是齐子 当不了棋手 想插手美国政治 你算什么东西 12月26日 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题为 拜登先生 请继续向香港施压的文章 作者是逃亡英国的罗冠冲 他恳请即将善能的拜登政府 继续就人权民主问题 向香港施压 随后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声明 会严重关注黄之芬 在狱中受到的不但对待 并对黄之芬 周庭 林朗燕这三人 可能遭加控罪名 及家常刑期仪式感到不安 换成中国对香港年轻民主人士的判决 令人震惊 呼吁全球所有乐爱自由人士 有我们一起谴责这不公平的判刑 以及中国对香港人的广泛攻击 对此 杨正英在脸书上问佩洛西 如果将来有人包围美国驻港总领事馆 法庭判刑一年半载 美国会震惊吗 请问 如果在英国管制期间包围警察总部 当英政府会犯过黄之芬这类人吗 悄悄 同样是被捕黄之芬好歹 还有人惦记 再看李志英 已经被美国犯到了一万的角落 也许 这就是拜登向香港施压的另一种方式 只不过施压对象除了特区政府 还有李志英 这也让人们再次地看清 什么美国所谓的自由民主 都是虚伪的话皮 眼看新年即将到来 希望赶紧继续努力再多送进去几个赶独分支 烂李志英、黄之芬等人 用一把兄弟爬伤 齐上齐落的心愿过个好年 曾在香港恃无忌惮兴奋作烂的乱杆头目李志英 山旅被戴上了手铐压制荔枝脚收压所收压 当天李志英在西九龙法院受审 法官拒绝其保释申请 李志英将被收压至明年四月再审 随着香港国安法的生效 近一段时间来 黄之芬等众多的港独头目 纷纷被审判或判刑 一些人畏惧法律惩罚 而仓还地潜逃海外 尽管美国等一些西方政客 仍试图为其沾目 但香港已经非西比过去香港无法可依 成为国家安全的突出风口 但今时不同顽律 国安法早已生效 李志英等人长期反中乱感 是法治鲁武 如今法律清算终于逐步的临头 他们必须为一直以来的参觉付出代价 本身已有四案六罪再生的李志英 再被控欺诈罪 等着他的恐怕只有漫长的牢狱生养 香港国安处今年八月十日 出动大量的警力 以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 串谋欺诈 及煽动意图等罪 拘捕了李志英及其两个儿子 一传媒多名高管 及港独组织成员周庭等十人 其后李志英等人被保释候审 12月3日 控方在法庭上表示 目前对三人以欺诈罪 进行起诉 但三人还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等罪 将会循相关方向进一步调查 将三人押后审判 控方称 李志英在台湾有经营生意 三人有潜逃和重防风险 反对三人的保释申请 法官最后裁定 将案件押后至明年4月16日再生 拒绝李志英的保释申请 其他两人破装保释 但均不得离杆 每周到警署报道一次 据香港法律 一经寻公事 程序定罪 欺诈罪成 最高可判监禁14年 加控欺诈罪展示了 警方对拘捕李志英的决心 任何人只要放法 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李志英虽有西方国家保护上背后撑腰 但最终都受到国安法的制裁 虽然香港有不少人受美国制裁 但香港政府绝不畏惧 不会怕境外势力干预 会不偏不倚 起诉李志英等人 李志英面对的欺诈罪 起诉 只是众多控罪的第一项 未来还可能面对香港国安法的严重控罪 李志英涉及多起案件及罪行 律证师起诉时 会考虑各案件的独立性 证人是否重复 情节是否吻合等因素 把性质相似的案件放在一起审理 法官也可以考虑判刑的整体性 本身已经有试案六罪再生的李志英 再被控告欺诈 显而易见 大汉奸长期反中乱赶 坏事做尽 是法制如无物 法律清算终于逐步的临头 他亦必须为一直以来的参决付出代价 时辰一道 一切都报 欺诈是严重罪行 加上李志英还有士气刑事案在身 一共涉及六项控罪 明年将全部的正式开审 只要施法真的秉持公平公正进行审判 等待李志英的恐怕只有漫长的牢狱生涯 李志英此前支撑不怕作奸 最怕洗厕所 恐将一语成澈 未来一年肯定是大汉奸麻烦缠身的一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李志英在香港被称为破杆乱杆的总策划 他曾扬言为美国而战 但现在却成了弃主 巧合的是 李志英被囚车押送至荔枝角收押琐事 二律才被判入狱的感毒分子黄之芬再犯分 两人被关在了同意收押所 周庭山绿在被押期间还在媒体上发出公开信 顺畅判刑第二天是至极二十四岁的深绿 担心不能够适应监禁生活 深绿要在铁窗中度过 还趁由于天气转冷 他在女子陈教授睡铁板床 即使盖上传单还是很冷 经常被冷风吹醒 我只能说一句 真是细经上神 您的整理性 请客 您的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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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主要是